主料,中筋面粉200克,奶粉10克,转化糖浆150克,花生油50克,碱水2克,主量,熟糯米粉,鸡蛋1个,红豆馅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转化糖浆,碱水,花生油加容器里,搅拌到油豆乳糖浆,碱水混合,加入过筛好的面粉和奶粉, 搅拌到五干粉状态,保鲜袋装起来,好放冰箱里,松弃一小时以上,取一份皮加扁,用的是50克的磨比里线的比例,13比7比例,所以皮我用的是15克线是35克,压好的皮取放一个准备好的红豆馅,包好,由下销上推包好,模具里加一点熟糯米粉,放几下倒出,包好的月饼生坯,网上一层熟糯米粉, 月饼生坯,放出模具内,在烤盘上压出形,压好一盘,月饼生坯,喷上一层清水,放进云热好的烤箱,200度中层上下火烤10分钟,取出刷一层蛋液,再放进烤箱里烤10到13分钟就可如想烤的颜色深淀的,可以只烤5分钟取出再刷一层蛋液后再烤5分钟左右的,烤的红豆月饼,烹饪技巧, 看个人的喜欢月饼的颜色深度来调整发蛋的次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